台湾老牌的本土科学杂志科学月刊 目前携手花莲赏金业者多罗满赏金 还有花莲福尔摩沙协会 举办为期两天的一起找精灵 台湾妮娜太平洋写作航班 不仅上课还能体验出海 吸引对海洋科学写作有兴趣的国高中生 完成一篇篇海洋鲸屯相关的科学文章 在尘封破浪的过程中发掘写作的灵感 由超过50年的台湾老牌科学杂志科学月刊 将星火相传科学阅读表达计划带到花莲 9月9日和10日两天 七首花莲赏金业者堕落满赏金和花莲福尔摩沙协会 举办一起找精灵台湾妮娜太平洋写作航班 吸引对海洋科学写作有兴趣的国高中生报名参加 我是第二次找精灵 我是第一次玩 那你们觉得今天出海目前到现在心情怎么样 好开心 因为我看到很多 太多了 那为什么会想要报名这个科学月刊版的写作活动 谢谢 就是看到写作文 然后我们跟我们发考学程 然后想要来增进一下我们做的能力 就是记忆跟这个灵感 对 然后出海 然后就是很特别的体验 这一次大科三世 我有印象 有记忆以来 唯一一次出来就想金啦 所以说 有这样的体验我觉得很有趣 虽然说 我发现我自己不是能做船的体质 然后这次活动主要是要我们学习 如果进行科普的写作 所以说 在写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也觉得 我对我写作能力上有一定的进步 我相信这对我未来的学生应该也会有帮助 因为我们就是觉得 就是金屯保育跟金屯相关的内容 对于就是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然后我们很期待呢 可以就是带着学生实际出海 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进行科学写作这样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体验 然后尤其是嗓机 大家都知道就是要来花莲这边 那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找来非常多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相信 这可以给学生一个毕生难忘的体验 写作不再只是坐在课堂上 两天课程 佛罗摩沙协会理事长廖宏基 理事和姿勒 分别带来从海洋文学认识金屯 金屯概论与行为简述 为学子打下出海前海洋基础 第二天则由科普作家陈俊瑶教授 带来科学写作心法分享 学员各自完成海洋金屯科学文章 也学习互相欣赏彼此写作成果 多罗满赏金公司总经理吕世明表示 写作还能出海 让来自全台年清学 只多精进海洋 深度理解太平洋与鲸屯 期盼能将海洋永续科学精神 在青年视野中扎根 记者长方彦华理事报导